Kio 大家好,我是新西兰的石斑瑟 咱们又带大家来看房子了 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说我这是挣的买白菜的钱 操着卖白粉的心呢 可是呢,前几天我去超市看了一眼 这原白菜的价格都这么贵了 好家伙,这挣的钱都快连白菜都买不起了 好吧,废话少说 咱们来看今天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区域呢,位于最近大火的Housewell 这个区域的特点呢 就是房子的绝大多数都是正后新建的 这个也不例外 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呢 是一套三个卧室的房子 建成于2014年 土地的面积是311平米 建筑面积是132平米 政府的RV是46万纽币 那咱们现在进去看一眼吧 进来,这边是走廊 然后这边是,哦,这边是一个卧室的啊 这是相当于是主卧了 主卧,然后通向外面院子的这个窗户朝向的是西北方向 然后看一下这个 然后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 还有衣帽间 这作为一个这种就是稍微小一点的户型来讲 这个衣帽间倒是很宽敞 是走路似的啊 然后这个洗手间呢 其实也还挺宽敞的 这个洗手间的地板是有加热功能的 所以这个配置还是很可以的 这个是我在这个角落里面看的这个 主卧的这个现代的情况 但是这个主卧的呢有一点的问题 它是,它是临街的 OK,我们现在去那个后面的客厅那边 然后他们需要我们登一下记啊 OK,在门厅的这个部分呢 门厅的这个部分是大理石地板 然后后面这边用的是,用的是地毯啊 让我们再往前走一走 我们先过去登记一下吧 要配合一下人家的工作啊 你需要Waxing Pass吗 这边 不需要 哦,就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现在呢就是这边是用餐去餐桌啊 我现在是靠这个墙角这边 然后那边是厨房,背餐台 然后后面的话是一个就是那种沙发啊 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个疑惑 就是它这个屋的这个电视放哪儿 我来转一下啊 我来转一下啊 这还还没进去啊 不然我就踩一弯 嗯 再一拳一拳 我来转一下 我来转一下 新房吗,还挺新的 这个是地震后14年了 我们都说这种属于震后新房 从客厅那边过来 然后它因为客厅是在后方的啊 现在看一下它两边的那个卧室 刚主卧我们已经看过了嘛 对吧 然后你看这边是它的那个公用的洗手间 这边有淋浴的 这边是淋浴的 然后里边有马桶还有浴缸 所以浴缸也是有的 你要想泡澡的话 毕竟132平的房子 三个卧室单车库 单车库的话一般 单车库一般是差不多在18平米左右 178的平米的样子 哦 这个地板好像用应该用的是地暖 就是underfloor heating的 你看这 看到没 那个underfloor heating的加热功能 这个就是冬天的时候 很舒服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另外两间的卧室啊 这个卧室的朝向 这三间卧室呢 都是并排在一个方向 所以朝向的话都还是可以的 朝向的话 那个窗户是朝向西北方向 为啥这么干净 因为现在这房屋没有人住啊 而且 就是他们做那个open home之前 都会要打扫 都会整理 然后做这些 这个叫staging 就是 给人展示 展示给大家看的嘛 肯定都是要很干净的 对吧 要不然谁买啊 好 这是其中的一间卧室 这个是双人的衣帽间 然后朝向西北的窗户 也是一样 基本上这个布局的话那两个那两个就是对着的就隔一面墙对着然后朝向都是一样啊 我觉得这个面积的话应该也是都一样的 地震后的新房啊或者说要发地震之前规格高一点的房子2000年之后的很多都是用的这种双层玻璃的为了保温嘛冬天会更舒服啊 然后这边是车库 然后这边是车库 这单车库这个车库的话就好像这个车库是18平的大小啊 然后它有一扇通向后院的门 然后这边呢水槽 然后可以连接你的洗衣机烘干机啊 这是个啥 这应该是一个储物间之类的 看一下 哦 这个是热水器 hot water cylinder在这啊 OK 对 70万到80万纽币 差不多吧 那厨房区域的地板也是有加热功能的 这个呢冬天就会比较舒服啊 所以这套房子虽然小了点 但是它的配置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现在在厨房这个区域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餐台灶台 它都是木制的啊 它不是像那种大理石材质的那样那么豪华 那作为一个三个卧室的这种入门级的房屋来讲呢 这也是够用了的啊 那这边是客厅 然后它这个客厅呢 两个方向都是通透的 都是分别通向室外的这个草坪 可以看到这个草坪 草长的还是挺茂盛的 这种房子呢 之前是用于做投资房 做出租的 所以这整套出租下来的话每周大约五百五十纽币啊 我下来一下看一下这边的草坪 这是相对长一点的这个草坪 几间房子能住人 三间都可以住啊 这边是哎呀我就不过去拍了 来来看一下 这是它的后院啊 就是不大啊 但是呢 一种小房子的话可以在这边也有挺宽敞的空间了 就是在这边 然后比如说周末可以做个BBQ啥的 那好了 我们在最后看一眼它的这个客厅啊 这个Housewell这个区域呢 是近两年比较火的一个住宅区 它这边呢 是位于基督城的西南侧 开车到市中心的话 如果不堵车的情况下 15分钟左右就能到 所以呢都离得不远啊 而且这边最近这两年呢 开发的很多 所以呢房子呢相对比较新 社区的配套什么的也都挺新的 而且这栋房子 它的学区就是Nightstream的学校 还算是一座比较好的学校吧 然后我也查了一下 它的这个地税 每一年的话是3200多纽币 那这栋房子最终的拍卖价格呢 是72万纽币 那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也请大家通过留言或者弹幕交换一下看法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